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的節目非常特別 因為我在10時88角度也說了 我會說歐洲超級聯賽究竟是甚麼事 因為昨天 開球之前已經有這個消息 有朋友報了資料給我 但坦白說 萬聯踢球大過天 我先看一場球 完場之後 很多資訊飛出來 實在太混亂了 所以我今早起床 讓人清醒了 因為上次都太累了 糟糕了 所以現在終於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了 我會跟大家說說所有發生了的事 還有我一點評論 無緣無故搞甚麼 其實歐洲超級聯賽已經醞釀了很久了 老實說 不知為何昨晚 突然宣佈了 很簡單來說 歐洲大球會 跟歐洲捉協 談不妥 所以令起勞租 大家要留意一點 這些事情 理論上就不影響英超 影響最大是純粹是歐聯 好了 先說一些討論 給大家聽 你看 皇馬會長 Forentino Perez 舉了手指 現在有12個球會 一起做出宣佈 他們正在醞釀 在籌備歐洲的超級聯賽 包括 AC米蘭 阿仙奴 馬體會 車路士 巴翠龍娜 國米 祖雲達斯 利物浦 曼城 曼聯 王馬 熱賜 其實這裏有12個球會 他們正在期待 另外還有3個球會會加盟 現在正在談 將來 這15個 番英Club 會繼續跟歐洲捉協和國際職業一起努力 希望 可以 繼續 一起去運作合作 但是 歐洲捉協和國際捉協和所有本地聯賽 都說他們是 反對這件事 大致上就說給大家聽 歐洲的 超級聯賽有什麼人 我們看看Fabrizio Romano 就說了 這個statement一出 之前歐洲捉協已經出了 一些文章 但一出了之後 歐洲捉協第一個出反應 所有球會和球員 參與這個超級聯賽 就會不准參加所有 歐洲捉協或者國際捉協的賽事 無論是 歐洲的等級和國際的等級 好了 所以現在有個 說法 這個是未證實的說法 可能 今屆的歐聯 和 歐霸 是會叫停的 即是說我們現在 入了四強歐霸 可能會有機會叫停 無論是歐聯歐霸的賽事 這個就未經證實 不過有些傳聞就說 因為歐洲捉協出了這個 聲明 他沒有說什麼時候開始 不讓他們踢的 可能 來今屆已經不讓他們踢 都未頂 其實說真的 大家在玩一些 心理戰 或者是在玩政治 大家在說 好了 接下來 歐洲捉協會有什麼人選呢 管理層 剛才看到美麗的 舉手的 Ferrentino Perez 是會長 王馬的會長 歐洲捉協會長 副會長 有祖雲達斯的Angeley 以及我們的班主 Joelle Glaser 這個就是管理層 另外Angeley 就是祖雲達斯的 老闆 會辭了ECA 即是歐洲球會 協會會長的職位 歐洲捉協因為第一個最受影響的 機構所以出了聲明 很快 國際捉協亦出聲明 他只能夠 不同意 跟一個 自己有為內的歐洲聯賽 在這個國際捉球的 系統裏面 所以 從這個定義上高都不會同意這件事 所以 大家看到 歐洲捉協和FIFA 即國際出協 都已經在一起反對聯賽 這就是Ferricio Romano說的 未是證實的 但是 可能會是 歐聯和歐伯可能會停賽 暫時未知 我想歐洲捉協都在想 因為歐洲捉協 如果停歐聯和歐伯的影響都很大 究竟他們會不會嚴重到要 要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 大家在 研究中 或者 大家在 捉協或扭的時候 另外 Ferricio Romano也說 歐洲超級聯 錢還要一件事 所有的 Ferricio Romano 即是12個 其實總共15個 現在有12個 找多3個 就會有 3.5個 Billion 大家不要說笑 3.5個 Billion的歐羅 去做他們的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lan 即是說 他們的基建可以扔錢下去 希望 為甚麼 這件事會突然這麼快呢 其實跟 疫情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少了錢 這裏又有錢 另外還有3個會是哪幾個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 拜仁 來比四紅牛 波圖 其實還有PSG 這幾個會都有可能是 第30、45個會 但暫時未有 另外本地的聯賽 亦都會 有影響 因為 雖然 這個賽事 是一個 周中的賽事 理論上 所有的大球會 都會吃兩家茶禮 譬如我們萬聯來算 仍然會踢 英超 不過周中就不踢歐聯 或者歐霸 就踢歐洲超級聯賽 OK 所以這個亦都跟歐聯的 因為都說要改革 歐聯如果沒有記錯 不知道2024 2025年 就已經是 本身是要做改革的 所以他們就吃著這條水去做 剛才說了 除了基建那裏 他們會收到一些錢之外 這裏的Manchester Evening News 亦都收到封 就說除了這樣之外 他們可能亦都會更加多錢 除了那個基建錢之外 可能還會收到310個Million 那個更多 那個是 3.5個Million 歐羅 這個也是 310個Million 即那個更多 總之就是錢 說到沒有 這裏亦都提到 這裏怎樣會影響英超 剛才所說 比賽上高就不影響英超 因為英超 他們六星期踢 他週中來踢 但可能會沒有這杯賽 但重要的一點就是 英超的球會如果要參加所有任何的比賽 都是要英超去批准才行 所以如果我們下次再開會 20個英超的球會就會投票這件事 老實說 全民說去參加只有6個 如果投票來說就不夠票 怎麼搞呢 都不知道 另外英超又怎樣說呢 英超亦都跟隨著 歐洲中央和國際中央之後 出了Statement 說他們都不贊成這件事 他們就覺得歐洲中央聯賽會 破壞了 我們一直是要 前四 歐聯打 第五第六 歐巴爾打 這些傳統的 大致上 我們一些硬料 Facts就是 那麼多東西 等我又平一平 實在很多資訊要消化 不過 我覺得幾個重點 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比賽 其實理論上 跟英超沒有影響 因為 只不過是不踢歐聯 歐巴就踢歐洲中央聯賽 這是第一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昨晚 之後也跟我的朋友 三劍俠他們說幾句 放肥 以後沒有三劍俠 因為可能 你們踢歐洲聯賽 因為愛華頓沒有份 但其實不是 因為理論上 如果整件事是根據 這班人的想法 英超是繼續踢的 所以我們仍然有英超三劍 但是為什麼英超有這麼反對 因為 歐洲組協 國際組協 和英超或者各地的聯賽 其實是同一個 系列 同一個組織 大家都是互相 有一個關係 所以 他們一定會 站在同一陣線 而這個歐洲組協 其實一定程度上 就看看會不會 將他們分得開 很簡單來說 如果所有的本地聯賽都支持 其實歐洲組協和國際組協 不是做得太多 因為沒有了本地的 支持的話 其實歐洲組協會搞什麼歐聯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現在在權力 鬥爭 擺到明 所以要看他們的鬥爭 又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 1992年 我們那個英超是怎麼管的 其實 有一點相似 但當然又不同 為什麼 其實也是英國難人抓種 搞個聯賽 有班 賣賣很厲害的人 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可以幫你做好一點 那你就判給我們做 當然判給我們做 我們當然是給你大塊錢 有多的我們自己找 所以結果英超 大約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成立 有朋友要補充的話 可以補充多一點細節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 歐洲聯賽都類似 用一個這樣的想法 不過他們的做法 就 他哄不定歐洲足協 歐洲足協就不妥協 不肯判出來給他們做 為什麼呢 這件事來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英超雖然他判出來做 但是他保持 基本上聯賽的 升降系統 是沒有改變的 即是說 他純粹是改了什麼呢 改了球隊的數目 即是他可能控制到 18對 20對 還是22對 這個是他可以控制到 但問題是 每一屆 英超也有人降班 而 在EFL也有人升班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 其實在我們足球的傳統 一個升降制度 是非常非常之 運作得好 亦都令到 比賽 刺激度增加的 但是這一次 歐洲足協聯賽 就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鞏固 15間 現在12日 將會加到15間 大球會 他永遠都可以踢這個聯賽 每一屆 不是他們全都踢的 其實 這個聯賽的想法 就有20隊 所以 其他 即是非這15個 Founding Club 即不是這15個 始創的 始創的會員 都還有5個位爭的 即是說 不是沒有升降制度的 每年都有5個位 是其他球會爭的 譬如我說別聽了 方包支持愛華盾 理論上都可以在 跟整個歐洲的其他球會爭的5個位 不過 我們這15個 Founding Member 就不好意思了 我們一定有得踢的 這個正正就是 歐洲足協或者 國際足協或者 英超或者 菲Sir 或者 加利利維利 最反對的 就是說 明明是有一個 比較上 叫做完善一點 以及比較上一個 個個都有份參與的制度 現在來說 無緣無故就變成一個 美國的制度 就是說 美式的 美式的運動制度 例如 NBA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或者其他的 NFL 那些 都是一個 Exclusive Party 就是 那些人 就有了 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 升降制度 所以 其實這個歐洲 的職業聯賽 都已經叫做 升降制度 每年有5個位 給大家爭 做樣子都做一點 那樣 最重要 剛才所說 他還沒得到 歐洲組協 或者國際組協同協 的同意 已經走出來說 曾經幾個月前 有一個傳聞 說他們哄碰了國際組協 為什麼呢 因為國際組協和歐洲組協 亦都是 亦敵亦有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歐洲組協 有了最好的球會 國際組協 理論上 管理全世界 大家 當然有權力鬥爭 但是後來 國際組協也應該看上去 你班人 如果 我跟了你那邊的話 分分鐘你連我都吃賣的 這班 大鱷 所以他都歸回隊 他都跟歐洲組協同一陣線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問回為什麼 現在那12個球會 夠僵這樣做呢 我估計 這個就真是估計了 看了一條路 錢那裡 由於現在搞了一年多 沒有觀眾 他們都會默默的 那那些贊助那些 其實你想想 如果這12間球會 一起去找贊助 那個能力 是否大過 所謂的 歐洲國際組協呢 這一點 大家就要想清楚 因為 其實這班人已經找了 一些 居民啦 這個是居民啦 不過我相信都幾是真的啦 找了一班有 財力的人 去 去付錢給他們的啦 例如剛才不是說呢 一組就已經有 不知道多少萬 不知道多少千萬 的錢 去付給他們 是不是 也都是 其實說真的 就是賣不賣到錢 現在呢 角力就是 這12至15間球會 的賣錢 的能力 或者找贊助 賺錢的能力 會不會大 歐洲組協 加上國際組協 加上英超 其實跟我們一直討論的一個問題很相似 究竟是球員大一點 還是球會大一點 這個層次更加 伸展到去 究竟是球會大一點 還是各個捷夾大一點 是不是很過癮呢 暫時沒有定案的 這些是整不整 但肯定就有很多權力遊戲開始玩 很可惜 我們又在其中 我們還要是其中一個 我們的班主 還是其中一個管理層 所以呢 大家都預備好了 接下來的那些歐巴 就算有得踢 都一定被人針對 但是英超又怎樣呢 我們都很難想像 其實呢 有一點失望 為什麼呢 我們球會現在越踢越好之際 無緣無故搞談 對我們來說 是一定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就是說 費Sir和加里維尼都反對這件事 不過費Sir真是說真的 好東西的 非常清醒 他很清楚知道 這件事其實最重要的是 影響到歐洲的聯賽 所以他的聲明也是說 影響了70年歐洲的聯賽的傳統 我覺得非常厲害 非常清醒 如果最後 你問我這件事搞不搞得成 在現在這一刻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因為明顯地 現在只不過是把一些暗底裡 在談的事 將它表面化 即是說那12個球會 覺得是時候要將它讓出來 是要在大家的 注視之下去談 究竟會談得如何 沒有人會知道 我相信你問 Ferrentino Perez 即是和馬的會長 他都答不了你 因為極度有可能 談談一下 歐洲跟他們妥協 歐聯的 2024或2025年的改革 就是 有一點對這些大球會 有一個依靠 可能又搞定又不搞 這件事都還沒有 OK 所以 這個暫時都是一個 表面化的鬥爭 即是把一個暗底裡的鬥爭 表面化了 沒有答案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觀看 拜拜